好的,各位观众,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GESO2017第一赛季的四进二的比赛,狗哥对阵书本第一场比赛啊,我们来看看你的地图是埃科 那我跟GESO也是用录制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直播 对,今天这场半决赛也是受人瞩目啊,狗哥对于狗哥来说,他要晋级到这个最后的Bleezer Khan的话,这次比赛还是要至少能进一个决赛 好,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啊,地图是来到了埃科,出生在地图下方,五点钟方向的是蓝色的选手,书本 而出生在地图上方,十一点钟方向的是红色的神主选手,来自于JNIR战队的狗哥SOS 狗哥这次能进四场还是让我们比较意外的 对,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其实在这次的GSL并不是特别看好他 对,我没想到他得约顶级选手啊 嗯,一直以来还是这个风格,就是他的打法还是太飘逸了 你想这次的GSL在八场的比赛中倒了多少猛呢 对啊,所以我们没想到狗哥最后能够拿到出现拳嘛 连机器人腾天钢都倒了 哈哈,卫星这个倒得有点,马住也倒了呀 对啊,让二追三,卫星倒的真的是,我本来,我那天看,不是看你在几波,那天我不在嘛 我本来以为结束了呀,已经 是的呀,我看2比0的时候我也觉得结束了呀 对啊 让八本就跳起来了嘛 其实这个说明,其实在现在在比赛的时候啊,其实实力上来说的话,韩国选手差距并不大 嗯,所以狗哥还很有机会的,狗哥这边选择一个单兵营双开,BY的开局 这是比较常见的开局 对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波七的比赛,所以对狗哥来说不可能盘盘都准备战术的 对 你至少中间有个两到三盘是,不到两,至少有个四盘是正常打 不,你就说,就放,最多最多就放两盘大招,至少放一盘大招 最近输本状态还可以,前两天我看他拿了一个冠军嘛 嗯,一个好像Valty联赛的冠军 所以他状态应该还可以 其实平常,如果说打TNT,打基本功的话 狗哥我相信是打不过书本的 但是这种比赛的话,你有很长的一个准备时间 所以他可以准备很多战术 对 我现在感觉就准备战术比较好的 有哪些,就比如像Classic 其他的这个准备战术准备的相当到位 对 先飘过来看 我看看他在进入到二月份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要看二月份他的状态就可以了 嗯 二月份他的ZVP我来看看 怎么样吧 二月份他的ZVP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七啊 有点凶啊 满凶了,已经满凶了 而且他这个肯定是 有些时候肯定是隐藏自己战术的这种 就打天梯这种ZVP 对,但最近时场他打 是最近时场他打的却并不是特别的好 最近时场他是连续输给了Zest Classic和清本 狗哥这个使徒飘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杀了两条狗,一个农民 对,而且最近他还输了一场给那个 法国的那个DNS,一比三输的 哎,那个DNS真的不强呀 我招不住了 那问题是他干的书本啊 我开下门啊 三安兵营,先知 先知出来基本上就可以开三框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这其实是一个现在PVC比较稳的一个套路 书本这边也是意识非常好啊 使徒压制 这波使徒肯定是往回飞的 他不会送到这波使徒的 哎,不好说,他接先知的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神族真的送不起使徒 这波使徒,他打开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这 他卡位置,卡位置可以 但对方有三个女皇,四个女皇啊 走了呀,走了呀 走不掉了,飞出去就 飞出去也行,也行 我觉得飞出去这波狗,他配合先知从 哦,他是从先知从那边切的 哎,我觉得招中了呀 感觉 狗哥这个 这波使徒 这波使徒倒了 从不就没有任何压力 可以,现在可以无限的补农民 我本来你知道,我以为他会怎么打 我以为他先知 就一下这个先知 先知就一下使徒 狗哥什么情况 这,这,这,这 这极点不会压推了吧 开个炮台 本来的情况 其实就是你 你使徒飘到一个先知附近的一个位置 对吧 然后狗一包 我先知上来一戳 对,应该这样子 这样的话前期 这个开局来说的话 狗哥已经是一个烈士了 对 当然好在是3GD开起来了 所以还有 对 打肯定有在打 就是你在 这个 整个 整个大局上来说的话 你在经济上是落后的 现在对书本来说 只需要刺烧狗图包就行了 农民肯定是瞬间就补满了 我 我这两天不是在打第一次角门下午 对吧 我经过这 这三四天的练习之后 我现在REP感觉突飞猛进 为什么呢 就细节算好了呢 对,细节算好了 主要是以前不知道这史书什么时候飘 现在把时间 以前看不懂 对,现在时间算准了 还是要练习 我告诉你 还是要练习 废话 你这不说的是 练你怎么可能很强吗 这是波士图不能送了 这波士图送了就彻底的积极了 把它往上面飘 这是对的 狗哥三月份 就打了 就打了两场PVZ 一共打了四场PVZ 4比0 2比0 比我2比0 弄随了 这个也有点猛 但两场比赛看不出来 狗哥其实 在这种比赛中 特别这种 有那么长时间准备的比赛中 他其实肯定会按照地图的特性 去准备一些特有的套路 对 这个比赛还不错 再飘一波 他双线使徒去占便宜 我觉得双线都要死 他现在要的其实不是死不死 而是他是想 他想的是双线占到便宜 对 他这个使徒有点贱 我跟你说 可以 这波可以 这波可以 他这个双线卡位置有点贱 好卡进去 这边就给你换了 那边继续换 真的有点贱 他这个打法 还好有刺蛇 还好有刺蛇 后面可以输出一下 没有远程攻击很难打 但是其实即便是这样的话 刺蛇还是被换了很多 还有毒豹呢 毒豹呢 来了 来了 没问题 操作稍微出了点失误 但没关系 卡位置去 继续换狗 原来家里面还有 多先起飞呀狗哥 这波打的有点帅呀 你只是用狗来打的话 其实这波你战存怎么都是亏 对 好终于解决掉了 有刺蛇还好一点 真的 这真的是有刺蛇啊 包括刚才那个毒豹也很重要 农民数量59打57 这波其实战损上肯定狗哥就亏了 这不用想了 但是呢 这波是成功的把对方牵在家里面 农民也杀了一些 但是还是书本优势 书本还是优势 他并没有被打乱 刚才这波狗哥本来是三框飘一波 二框飘一波 主框传一波 一个三线本来想把书本打乱的 结果没有啊 现在这个能力是肯定拖不住了 你这个 这波只要A上去 书本可能就把狗哥A穿了 对 其实刚才我觉得他有一个 狗哥有个小小的失误啊 如果他刚才那个先知不是还可以配合吗 如果他再配合到主框去 主框路口中的地方再放两个陷阱 我就觉得完美 但这个要求太高了 这个你有点过了 双能进 他这盘就想好了 就是能进把 又是一个三线 又是一个三线 把能进要把那个使徒的多线打出来 但是我感觉要送啊 没有没有他往后面飘 他现在二框又去一波 好再刷一波能不能刷 哎呦就进去了这个 不过好再还有一波 好再有几个次 书本分辨也不错 这我怎么感觉狗哥自己乱了呀 对他这个多线去打别人多线 反而自己把自己打乱 那这样的话你 不要打了 对你这个四块的使徒 如果送掉的话 那书本就一波来了 这波就算不送掉他别人也可以一波来了 没几个病啊 我觉得这波打过去的话挡不住 对 拖不住了 能进也没血了 正面光刷叉 怎么可能打得过 你波图包就把你干死了 书本肯定会按图包的正面 对 这肯定 这肯定是会按的 不管是撞叉还是撞 那个使徒都是可以的 就看拖的怎么样了 最后一波 我觉得正常情况还拖不住 看到那么多差了 好 按一波独抱 按一波独抱就结束了 他不会补独抱吧 看到那么多差 按独抱啊 这个时候 他在想什么呢 回来了什么意思啊 刺手不够 不用刺手 狗独抱就能把对方给A爆了呀 但是如果这一波你回来的话 对方那个就起来了 对 闪电起来 就这个局势还能打 他刚才是不是被三贯脱了一波啊 脱了吗 我没看到 我并没看到 要不然他回来 我是有点没看懂 狗哥现在就不停的多线 用提速杀来脱 对 狗哥这个能进的牵制啊 牵制的是相当好 大局观很好 当然书本分辨也不错 他在真的被拖住了 那怎么办嘛 你现在这波过去 闪电已经好了 几把电 三把 三把 三把不够 有点不够 不过我告诉你 有陷阱 说不清楚 他不会中大面积陷阱 你相信我呀 你确定吗 你相信我呀 书本你妈什么情况吗 这怎么 几个他 他不感觉在 他是F2啊 我也感觉有种 他是F2的学手啊 好了好了 要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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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狗哥的差已经分得差不多了 好 看到陷阱 他都敢分 好 陷阱先骗一个 这这这这这 怎么挡吗 这怎么挡 太多了 这个兵 除非 除非脸 脸 脸撞 闪电 能不能撞闪电 他这个毒豹这样过去 你怎么撞 死了死了死了 他拉得很好 他不动 这兵太多了 这毒豹其实撞白球也有点伤 但是没关系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只能说书本 那个暴冰啊 真的 狗哥这一盘 机器机器 其实狗哥其实中 中气有一波 我觉得是 打得还挺好的 他狗哥这个战术 其实设计挺好的 但是 他没想到书本这个基本功啊 就完全没乱 主要就没打乱节奏 这个 这一盘 如果说狗哥在内 内波中啊 可以打乱 朱本的节奏 其实他就 打破一次就好打了 对 打破一次可能 他的闪电啊什么的 都都会比 正常情况都要快 对 从战术的设计上来说的话 狗哥这盘 还是用心想过的 但这张图 可能他也觉得不好打 因为这张图在韩国联赛里面 ZVP胜率还挺高的 这可能是因为 三框比较好开的缘故 没错 韩国这个选手 其实你看书本 刺手狗读报 他有很多这种 就是操作上的细节 可能我们 我们不是特别的注意吧 这个要开低视角 我们打的时候不是特别注意 但是你明显感觉就是 他这狗哥的电 对他的这个根本就没用 他分的很好 但为什么我 我在这种平常的比赛中 看他老是脸上 中闪电 哎呀 平时打肯定要保留了一些 就是 随意点呢 就F2就A了 懒得操作了 有可能 也是也是 这个一到正常情况 你看书本打比赛 这个妈这个狗刺的兔包有点猛 好的 第二场旋风平台 这个图还在他们 我觉得狗哥在这个图上 需要想想自己要怎么打 这个图对重组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旋风平台报道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村点位 地图是来到旋风平台 出现在地图5点钟方向的是蓝色的重组选手 苏本 苏本 苏本已经没站队了 我在想 他什么站队的 地图7点钟方向的是红色的重组选手 来自于纪念战队的狗哥SOS 其实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我看苏本打比赛 我觉得他的打法其实挺简单的 就卡几个时间点抱狗 然后防你那个 抱几个女皇 防你 防你飘使徒 防完了就你妈刺蛇狗毒爆 老子就跟你怼 就他防得住这件事情是很屌的 那这只能说明他的确基本会有点好呀 这个防得住 重组的话 像什么换一个什么impact的阿玛尼这种 我估计就已经跪了 不说跪吧 至少乱了 乱了 一乱 狗哥这个多线就起来了 两人静到处飘 然后过一会儿 过一会儿闪电就出来了 你就没得打 对 这就是乱不乱的问题了 而且如果你乱的话 如果说重组乱了 对于狗哥来说 他可能的 他的第一时间就可以升级闪电 他的思路会更加清晰一点 对 还是个正常的开局啊 他万一如果这盘再输了 那就真的难打了 这盘输了 这盘输了 基本上就没救了 但这张地图 我觉得他还是很 你不要乱 我告诉你 你不要乱 你的意思就输了 也能让二追四了 为什么不可以吗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啊 让三追四的比赛 都比比皆实 为什么让二追四 偶尔一两盘让三追四 虽然发生在书本身上过 我承认的 你闭嘴 我告诉你 我现在还在想着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才四进二 书本在进决赛之前 都是无敌的 这个魔咒我相信 我相信这次会打破 书本我还挺好看好 他这次能拿冠军 这张地图神组的胜率 胜率很高 百分之六 但我觉得这张图 ZVC为什么胜率那么低 我觉得这张图重组好打 当然也有可能 神组的理解不一样 对 不看版本 这个图很早 最新的版本 最新的胜率 要不然怎么可能就达了十场 这样子 他肯定统计的是虚空的胜率 好 房子看到了 全部侦察光 VS 那你只能出先知 正常VS都是出先知 你告诉我出什么 有时候看到了别人 就可能会想出凤凰了 但实际上先知还是有点 肯定还只能先知 先知居然被看到 其实也不亏 先知过去 有机会就戳弄 没机会就放陷阱 请放偷窥就好了 对 只要不要死的话 这个仙知还是有很多的用处的 对 但那最后一场的比赛看似的 你觉得 我会做这些传统 我会把他移动过来 然后他会把他移动准备 然后他会把他移动准备 仙知先过来 我没有任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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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不了东西了 现在我看到仙知 我喜欢怎么放 我喜欢主框放个宝 然后二框我不放地宝了 两个月宝了 对 两个女王 我喜欢这样的法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放个放个防空 其实不是不可以 就有点亏 怎么说呢 哎 这为什么会被戳爆吗 你有强戳啊 那么狠啊 书门剑没退这个 然后有点意外 他要玩极限 我告诉你 好 过来 这波使徒有点凶啊 这波使徒啊 但书本应该知道 这个贪命 他没农民 无所谓的 没有农民 带一波狗 怕什么吧 对 没有农民 你都无所谓 书本房的 真的有点完美啊 我看他这个房的 什么都没搞到的 对啊 不仅什么都没搞到 而且给我感觉 是有一种 滴水不漏的味道 前期都算死了 这个真的算死了 先知是毫无建筑啊 放点陷阱 放点偷窥好了 不要再去搞了 说不定待会就死了 看到二本了 那么早的二本 这波使徒 如果说没什么剑术 就很难打了 强银票 其实狗哥 这波使徒 我一定要搞到东西的 搞不到东西就输了 可以 三框还在搞 狗哥 我感觉他刻意 加强了自己的 多线骚扰 对 这个多线有点凶啊 最近他肯定 研究过这个战术 他最近绝必研究过 这个使徒 怎么打多线的 而且这个多线 是他准备好 给书本尝多线 没错 没错 好 全部散开 全部散开 这波有点伤了 这波有点伤了 其实就是第一盘的战术 哎呦 这伤了 19个农民的 关键三框 一直没解决 对 我说他 他这个战术 就是量身定做 给书本尝 我觉得 我告诉你 这个战术 不管给谁 都是一样的 我知道他 都是一样的 他最近绝对 绝对是 专门练过这一套 就是使徒 怎么打多线 你看 他其实只要 给他飘到了 他就不会乱 这次的闪电 你看多快 虽然多到了个VT 他不会乱 哦 先吃 错 笑量 多找个VT 就多找VT 待会 像金班人一样嘛 就 省得被你打掉 也是那么一回事 对啊 这叫 万一 以备 以备万一 这个事情是 可以做的 这盘的这个局势 跟上一盘 就完全不一样了 狗哥现在 科技的优势 已经体现出来了 苏北要打赢这一波 除非是狗哥 正面操作的问题 哎 我发现 他们两个现在 投四几点那么狠啊 他们两个现在打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啊 就是 我也不说其他的 就是 谁能够把前期 节奏抢到 谁就赢了 你有这种感觉没有 不要急 我告诉你 我不信 我告诉你 这种局势 你 狗哥怎么输得了 苏北在这个时候 会爆发出 强大的战斗力 他这个运营 有点刚 我说到这个时候 你看着嘛 他现在还有63个农民 军探也不差 你一会儿狗哥出来 被他一波打爆了 就搞笑了 狗哥再被他一波打爆 只能说明狗哥 正面操作拼不过对手 对的啊 我觉得这张图 本身就有可能拼不过 这个局面 神族绝对是一个 优势局面 狗哥其实很清楚 现在他的劣势在那里 所以他先偷片矿在上面 偷片矿那也是对的 他知道自己劣势在那里 我偷矿就好了 特别是优势偷矿 对手很难能够挣扎到 对 真的 我未必觉得狗哥这边 就一定同个四数分 你说苏本现在 你抱不出兵吗 是不可能的 兵能抱出来 对啊 兵能抱出来 大家两百打两百 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 双方比了一个 正面操作这一步 这不是狗哥不愿意去面对的 但问题是 这个局势 对于狗哥来说 待会儿他的兵到两百 他的质量会比 会比苏本要高一点 可能 对他是插白球 然后带不朽 还有闪电好吗 对插白球 不朽闪电 这样的一个 比较常规的一个 打后期的组合 他能憋住这样的一个 部队组合 其实就是因为 他前期搞到东西了 也没别的东西 还是看正面怎么搞吧 狗哥这个 现在这个多线 其实的确比以前要好多了 他刻意的加强过的 这几次骚扰都刻意加强 上面就偷气啊 纯偷气了 哎呦 多线死了啊 这种 那只能打正面量 我说书本这个还真的有点凶 不 这不是书本 这是狗哥自己的问题 他根本就没看 狗哥是直接先过去了 然后再说的人 书本就是向上灯线 放点那个嘛 再开矿 狗哥现在最好的情况 就是等着你来冲我 我反而不会来冲你 我现在就问你 你是不是对狗哥 现在越来越没有信息 哎 不会吧 这条狗 这都能 这你妈 这你妈 这 那狗哥不能扔了呀 你去打我那个矿 我就给你换家了 他不会打你这个矿的吧 分点狗去也行 分点狗 这盒子一点狗 那么多 回来了呀 他也是个正常人好吗 这狗哥肯定要打了 这个 狗哥出来说不定被包了 我跟你说 哎呦 这两把电 买的好买的好 我刚说被包你妈的 好了走远了 走远了 书本走远 这个最难 对 这不 这 这不白球太猛了 现在 其实我跟你说 刚才那波冰狗哥 是打不过的 对 这电的太爽了 这等于 电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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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漂亮漂亮 多线也起飞 刷差呀 这时候刷差呀 他差的 我说这时候 你只要把他刷出来就可以了 哎呦 这 不能 这口气不能够让他挺过去啊 你这个时候你 你还 啊 你就应该打六点这时候 所以我跟你说 说真的 狗哥这个正面 未必打得过 我觉得刚才如果说 继续打六点的话 对不对 他刚才就少了个能进 如果有个能进 有个能进 直接有接 当时我伏计狗哥也没想过要打成这样 他可能就想出来走一下 然后没想到闪到了 是不是 对的 他应该也没想到会打成这样 现在你再这么锁回去 那你就彻底没机会了 那你就 我觉得 再拼一波嘛 你反正四框在手 你等你大妈妈出来再拼一枪嘛 出航母 这什么鬼 打到这个阶段出航母 也不是不行 但我就怕你挡不住 他不会出门的呀 现在 他有闪电 他肯定等着你来打我呀 肯定是怂的呀 他的部队 质量太高了 没多少 对 那舒本这个就是狗刺激毒宝 你让他摆好造型来跟你打 他就没那么怕了 对 舒本这个就是 你让他摆好造型 他来冲你 他就很会冲 刚才是的确有点意外 从那里过的时候 直接中了两把电 全中毒宝 我就说明 你要这样冲啊 你确定要这样冲吗 我觉得 这包可能要被独包换呢 说不定要被 要被包死啊 他这个冰真的多呀 说说说 没有说 回城吧 回城吧 他闪电电的还可以 但是舒本的冰太多了 这回城跟 这回城跟不回城 有什么区别吗 全部都冰都没了 这肯定往前推了 开炮台呀 后面航母 航母就两架 地面要站不住就没用 干嘛两架不是航母呢 两架都站住了吗 这马上去小B就打没了 干嘛下面还有个不朽 他把这个打了 他把妈妈船打了 打把反应型打了 好 砍砍挡住 这口气晃住 关键上面打了 还行还行 还是优势 再投下来 还是优势 还是优势 舒本想接口气 接不进去了 狗哥赢了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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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本输了 舒本输了 狗哥赢了 不容易 他只能 只能让你来冲他 他不能去冲你 幸好前期优势很大呀 把两个人平稳过度 我就感觉狗哥 不可能挡得中气了 不 平稳过度 他就不可能中气 有那么 那么质量高的部队出门 对啊 我就说他就不可能挡 他就正面那波狗狗 不知道刺手的呀 不过我告诉你 他这种 他这种打法嘛 对不对 他这种前期这种打法 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就是他优势 要么就是 对对对 只有这两个可能的 反应很快嘛 狗哥 不可能说大家 大家是好兄弟 就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的 刺手 闪电 闪电漂亮 又来了一个眼虫 不够呀 大帮船太硬了 根本打不动 航母越来越多了 到六个 好 两个 机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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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不用到六个 对 一比 差一点被冲回来啊 哼 刚才那个地方 要不是把 把反应形打了 把眼虫打了 说不定后面就揭穿了 但我还是觉得 现在其实苏本 如果说有点智力的话 对不对 只要防狗哥一招 就是他 他开始那个拼刺刀 拼刺刀多线 哎呀 我问你 苏本有个很大的问题 也不是很大问题 就是狗哥找到 他是习惯的 这哥们前期就只需要 只想用狗防你的使徒 对不对 我打三线吧 我承认我单线使徒 不可能飘得到你 我三线只要卡到位置 你就很麻烦 主要现在 狗哥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波使徒 我不送 我在那边晃 晃到我第二波使徒 后来 我再给你打一个双线 对 你就烦了 看地图吧 我觉得 波斯的比赛的话 哎有没有那个 帕拉提诺的 他们比赛 应该没有吧 好像有 有的话狗哥又遭中了 好像有 我看一下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帕拉提诺 没有了 嗯 他们没 要放完广告呢 那等等呗 啊 是吧 嗯 你先断一下吧 等下再 之后再重新连嘛 不用断的呀 还是 还是我们就先 就看着嘛 那我先断掉吧 广告有点不能放 五点钟 五分